Hello 爸爸 Tengy Tengy 2020年因为医疗事故成为植物人的女童小天鱼周天鱼 上个月最终离世 天鱼爸爸星期三在女女离世刚好一个月 在Facebook发文交代他最新的情况 去年确诊患癌的他日前复诊时 医生说他的治疗结果很理想 身上原本有肿瘤的位置已经消失 也未发现癌细胞扩散的迹象 癌症指数回到健康水平 这个原本是值得高兴的好消息 天鱼爸爸就说自己笑不出 反而瞬间淚崩 他说曾经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亲口告诉天鱼知爸爸已经康复 叫女女也要加油 但可惜天鱼已经不在 而他就说仍然相信天鱼已经化身成为小天使 在天上面保佑着大家 至于天鱼的告别礼将会在今个月的20号 在鑽石山殡仪馆举行 天鱼爸爸说时间和地点目前有些微的改动 最新的安排是会在殡仪馆二楼的池外堂举行 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开放公众调言 到21号的早上9点就会举行大脸 下午6点半 thread 何触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